这个蔬菜农场有40公顷,距离纽约市大约96公里,自1894年起,一直属于格莱伯奇家族。 这个农场现在的主人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年轻人,叫约翰·格莱伯奇。 他通过与很多公司合作,提供直接送货到办公室的服务,来扩大他的CSA项目,让农场一直发展壮大。 能在产品产出之前得到支付,对于种植者非常有好处,他能给你一些帮助,比如支付种子费用等。 更重要的是,他给你锁定一笔销售。 约翰所说的方案是顾客预先支付525美元,在未来的22周内,每周收到6到8种不同的蔬菜,全部都是在最新鲜茂盛的时候采摘的。 我们提供许多不同类型的根茎类蔬菜,不同类型的绿叶蔬菜,季节性产品,如西红柿和甜玉米。 每个星期四,格莱伯奇和他的工人们将用装载卡车并且前往纽约市。 他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中穿梭后,温斯顿·斯特朗律师事务所的两名代表前来迎接司机和他满载新鲜蔬菜的卡车。 他们车中装着热情的CSA参与者所期待的蔬果。 这个项目总共有24个参与者。 每个人都应该加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能让我们的农民有生意做,又能确保我们持续得到新鲜农产品。 每个星期五都能得到新鲜的农产品,真的很好,我不用跑去食品店了。 我们很喜欢,这是我们饮食中唯一新鲜的食物,我们上班时间很长又很忙,每周都很期待这个时候。 玛丁娜·欧文斯在将这个项目引入温斯顿·斯特朗律师事务所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其中一个最大的想法是让这个办公室的人们聚到一起,这个项目完全达到了目的。 人们在这共享食谱,它聚集了我们的合伙人,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工作人员来领蔬菜,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积极的共享的经历。 对于约翰·格莱伯奇来说,这个CSA计划有助于缓解农业经济的不确定性,并且给他以及其他像他一样的种植者保障。 他们知道需要种什么,运送什么,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卖得出去,这种稳定性可以维持一个家庭农场的经营。 美国之音舒尔曼,纽约报道。